现在开始 投几号啊 披荆斩棘第三季 以下简称P哥三正在热播 芒果台的综艺总是能把热度牢牢拿捏 而这一季的比拼同样看点丰富 一共结束后送走了郑家莹与许少阳 遗憾陪跑是这个节目里的常态 相比于浪姐三 哥哥们的反应就真是多了 互相安慰一下江湖再见吧 不过据网友爆料 节目在二宫居然把人气选手徐良淘汰了 看来芒果台这次是压错宝了 也低估了徐良在90后观众心中的地位 但具体情况还是要以正片为主 眼下节目播出到二宫选人 选歌阶段 哥哥们的小心思终于藏不住了 谁得意 谁尴尬一目了然 而其中七位哥哥的尴尬 还直接揭开了娱乐圈的三大现实面 不得不说 台下比台上还要精彩 众所周知 明星嘉宾们都希望通过选秀翻红 而谁的情怀最大 自然谁的迎面也越大 苏友鹏 王心灵都成为典型历史 而批哥三也有一位极具潜力的选手 林志颖 出舞台 他用一首17岁的语迹 勾起全场大合唱 但能明显发现在节目中他的熟人不多 在圈内地位也达不到让众人追捧的地步 相反的林志颖看起来有点孤立无援 二宫选人环杰他本来是队长 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队友 一轮失败后连队长的资格都失去了 看来他终究成为不了第二个王心灵 另一位让人感到心酸的则是陆毅 说实话 他在圈内的地位还是能获得在场哥哥们的敬重 义工担任队长后 带领队员们表现优异 只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败给了手握剧本的罗杰夫 后者被捧得厉害 很大概率是一位隐皇 当然 罗杰夫本身颜值高 表演也不错 存在感极强 相比之下 陆毅反倒是不出彩了 二公选人开始他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减少 而且为了不让队员为难 自己失去的选择 离开队伍 想必也是无奈之下的最优选择了 所以林志盈与陆毅的身上 能看到娱乐圈的第一个现实面 明星们不能只看过去 贩卖情怀这种事情 第一次可能会有效果 但时间久了就没什么效果了 而且在这个靠人际关系的圈子里 混得开才能走得更顺 否则就只能让自己陷入尴尬的 局面了 其实相比罗杰夫 王耀庆与马伯谦才更引起网友们的争议 有人已经开始猜测两人 会不会是节目里最大的皇族 先看王耀庆 除了下一站幸福里饰演的舅舅比较出圈 其他角色都没掀起多大水花 说演技 演什么都一个样 说唱跳 公司年会领导表演的水平 但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哥哥 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一 全靠那一句演员不配生病 真的可能吗 其实仔细去评论区看看 因为这句卖惨的言论 王耀庆的口碑反倒是翻车的彻底 再看马伯谦 不夸张地说 他还不如王耀庆讨喜呢 从出舞台到一宫表演 没看到什么亮眼的地方 唯一厉害之处 估计就是他自己雄厚的家世背景了 这哪里是来披荆斩棘的 这是来坐享其成的吧 更离谱的是 他居然能力拿到MVP 以队长身份狗刀二公 只可惜这份幸运 不会持续太久了 在训练阶段 马伯谦个人实力的硬伤 就暴露无遗 破音都算是小事 全程精神状态出走 最后洗涤一个红牌 意料之中 在王耀庆与马伯谦的身上 能看到第二个现实面 资源咖或许可以让明星短暂的一起绝尘 但想要长久的在这个圈子站稳脚跟 说到底还是离不开实力的加持 一句话总结蔡氏原罪 如果既没有情怀之称 也没有背景坐镇 哥哥们要怎么出头 以下这三位就上演了教科书式自救 第一位张远 张远没有跟0713抱团取暖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在这个节目里想要出头 还是要靠自己往上走 他大概是知道 自己跟在陈楚生屁股后面 不会得到过多的关注 去王耀庆族里玩唱跳 或许还有搏一搏的机会 人气第一家疑似皇族 王耀庆这根大腿不抱太可惜了吧 所以最后张远还是抛弃了老战友 跟着王耀庆走了 第二位 何展成 在何展成的身上 也能感受到什么是娱乐圈里的人情冷暖 一开始张远来邀请他加入自己的队伍时 看何展成的表情就知道不感兴趣 但看到了王耀庆后 他瞬间变脸笑得那叫一个谄媚 甚至都忘记了旁边还站着一个张远 不过以他的唱跳实力 确实跟着王耀庆更有发挥空间 只是不知道当他与张远成为队友后 会不会感到尴尬呢 第三位 马小龙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马小龙的身上 罗杰夫来邀请他的时候 得到的回答是考虑一下 但王耀庆来邀请他的时候 马小龙犹豫一秒都是不尊重 果断说上一句 那我跟你走 从上述这三位身上能明白第三个现实面 在娱乐圈里可以没有咖位 但必须要懂得寻找依靠 有时候抱大腿也没什么丢人的 能屈能伸才是一种智慧 批哥三的舞台 有着各种各样的惊喜 但台下的勾心斗角也不能忽视 而且哥哥们的日常斗法反而更有看点 不光体现了人性的复杂 也让人看到了现实的残酷 当然 这些只是在镜头里展现的冰山一角 镜头外观众们看不到的地方 或许还要精彩分成 这大概就是没有公演的日子里 节目组为观众安排的一出好戏吧 眼下二公即将登场 无论徐良的结果如何 身为小咖的他都不太可能走到最后的比拼当中 目前来看王耀庆 马伯谦 信 陈楚生 宝石老旧等人的迎面更大 具体情况还是要以之后的比赛为准 鸡带住了 批哥三似乎比之前的浪姐系列更有趣一点 哥哥们互动非常轻松 而且大家也没有那么大的火药味 不强行煽情 反而每一期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当下批哥三不仅二公分组公布 练习式版以新鲜出炉 从哥哥们的表演来看 虽然气氛欢乐 可明显没有隔壁姐姐们卷 视觉效果一般 不是歌手之间各唱各的 就是起舞不齐 几个组得到了红牌 不知道上台前还能不能冲最后一把 别看财二公分组结束 实际上各位哥哥的角色牌 都已经浮现在观众眼前了 这回咱们来看看这一季的哥哥 都拿到了什么身份 谁在这个节目里 注定承受了挨骂的戏份呢 在我看来 两位哥哥第一位蔡国庆 从他决定要披荆斩棘的那一刻 就注定要挨骂了 因为他虽然嘴上说着要突破自我 可实际上还是躺平心态 而且实力不过关 会连累整个团队 自告奋勇跳踢踏舞 结果连起舞都跟不上 人家坐在桌子前 排练队形 他说走就走 直接去洗澡了 哥哥不入 不如去隔壁元气满满的哥哥 第二位董宝石 太认真 在综艺里注定要被吐槽的 人家选队都是看实力 而董宝石却只想称兄道弟讲义气 画牢加上过于浓郁的东北魏 让观众听觉疲劳 加上单独采访时 那句有被伤到 隔着屏幕的我真的有被笑到 虽然第二次公演还未呈现 可哥哥们的水平也都差不多摆出来了 所以C位的候选人 其实早被观众猜得七七八八 一 胡彦斌还记得上一季的苏友鹏吗 就一个字赢 这次胡彦斌仿佛苏友鹏上身 无论是宣言还是分组后 他头上仿佛都有一股熊熊燃烧的火焰 要带着全组人拼尽全力向前跑 他的实力确实也称得起C位 毕竟是创作实力派歌手 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和人气 只不过对于C位 他可能有一个致命伤 不会跳舞 至少就现在看来 胡彦斌也没有想要跳舞的念头 如果后面开始跳舞 或许真有可能冲击C位 二 马伯谦 正宗皇族 虽然他和杰夫并称为罗马帝国 可毕竟罗杰夫是外国友人 而他则是咱们自己当之无愧的皇族 人家都是红牌给你罚下场 到了马伯谦这里 亮红牌给你加一场舞台 三十位哥哥中被选为MVP 在二宫舞台再加一个 随后又来了守红牌单独solo 就这架势还不安排个C位 给太子爷玩玩吗 三 王耀庆 说实话 这一季请来的哥哥卡位 和上进心明显不如前几季 批哥三明显将王耀庆当作了主棚 马伯谦要刻意给镜头 而王耀庆的队长和待遇 仿佛就是理所应当 太过表现自我 甚至戏外都是一副总裁做派 明明大家都是来披荆斩棘的 他倒像是领导下场巡视工作 咱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高傲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王耀庆本来就能唱能跳 别管唱的是不是稀烂 跳的是不是不太协调 反正给他C位也能说得过去 而且个人喜爱度 可是一起绝尘碾压所有哥哥 没准最后还真能混上C位 4.林志颖 其实这几期林志颖的镜头不算多 他也意外的比较低调 但在所有哥哥中 林志颖的胜算其实是最大的 为啥这么说呢 虽然胡燕斌的人设 与上一季苏友朋友些想象 可真正对标的 其实就是林志颖 他在所有哥哥里 是国民度最高 唱跳比较专业的 而且这么大 岁数的音色也没有改变 反而有点像之前的王心灵 虽然现在他戏不多 可就芒果的风格来说 或许真正要护着的要到最后才能放大招 给观众一个大惊喜 炮灰还能是谁呢